我們來問一下老師就是說這個地方 您要開課之前一定有寫課綱 也有寫大概的就是上課的內容對不對 請問老師都很認真寫嗎 我怎麼可以這樣問 因為有的老師是寫得很含糊 就是大概上什麼內容 有的老師就寫得很 就是會比較仔細聊 哪一節課甚至哪一天他就照那個 就是寫事例的部分 我就寫好 可能是放假了還是做什麼事情 那我在這邊 不過說真的同學會看的 同學會看的只能做很少數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做好 那這個地方 老師一定會說 那我要學製作網頁嗎 好像不用耶 因為呢 Google也有一個地方叫寫作平台 我們這個學習學校的那個TA課程裡面 有一個這個主題 那您可以看一下我的這一個 我先給您看一下 標準的我們當然還是會像這樣子 就是您在這裡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上下學期的話 有上下學期的課綱 那甚至呢我上課的我做什麼範例 然後呢以前的上課錄影片他都可以看 這樣子 如果假設他好看的 至少是願者上工 他不是因為 不願意的來修這樣 而且他可以看到以前的 那我們來看這邊 你看我在下面這裡 這個就是 下面這個就是比較像學校的 比較像學校的 第幾週做什麼事情 第幾週做什麼事情啊 然後呢 這樣子整理好 你在這邊 上課的範例影片 我們大概會做哪些內容 他都可以從這邊直接看到 這個看到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就是 看圖而已 點進去影片的 因為我是做影片 所以我會有實際的那個案例 給同學看說 大概是怎麼樣去做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的 上課的錄影片 不管他是要看哪一年的 這樣還看得清楚嗎 這裡 有沒有 今年的 他就可以直接看哪一班 所以我都公開了 都公開 其實 你會不會覺得這樣好傻 其實公開了之後 其實才會 通通都沒有 就會獲得比較多 其實 獲得比較多回饋啦 那我們大致上會像這樣子 那 這個呢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Google的協作平台 那現在的協作平台 老師會說 會不會很難 不會 像現在這個學期 還有一個新的 是在 看一下 就是新的方式 他的製作方式呢 協作平台的好處 就是什麼 他 完全不需要 學會什麼 做網頁 所以老師 您在整理這些教材資料的時候 其實也是很方便 看一下 這邊 像我們教發中心這裡 我上的課 我都有準備這樣 就是您可以從左手邊 你看這也是協作平台 哪一年上什麼課 比如說我們看上個學期的 那我就會在這邊 上學期我們有講義堂 就是這個 有關於摩克斯的 線上學習的 好 那除了這個講義以外呢 我們在下面 有沒有問卷錄影影片 都在這裡 簡報在這裡 所以 其實隨時都可以回去看 因為這些我以前都有 其實就是在中正的部分 我覺得我會這樣記錄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你把這些所謂的足跡 足跡留下來之後 其實以後要找 我們自己要找也很方便 也很方便 那現在呢 回到我們的問卷喔 你看 回到我們剛剛的問卷這邊來 有沒有發現其實 我在我們剛剛體驗過這個了嘛 對不對 那檔案資料整理 這個是比較屬於公開的方式的整理 等一下我們會看看 如果是比較 不是公開的 你要找資料怎麼做 當然那個有個小軟體 有個小軟體可以用 所以 像這樣的話其實 有沒有覺得說 欸 資料再找以後 你要找就方便很多 好